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TOMIC的频道 都非常之不好意思, 都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潜水 不过来到年底都在祝大家 2024年的时候, 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最重要 我前一个月就独自去了阿肯色州的小石城 在那里租了一辆车, 用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自驾游回加州 都是一个非常独特, 难忘, 或者叫做浪漫的旅程 回来之后, 真的很想立刻剪片和大家分享 不过呢, 近来就帮某一个科技公司去做一些side hustle 做完之后应该多点时间和大家拍片 连尾都不想和大家说很多资讯性太强的东西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美国住 有什么地方 即是可以说这个国家是比其他地方更加强的呢 2024年的1月1号, 大家要先做些什么呢 在22年的4月, 和大家介绍过iBond 无论你在什么时候买, 它们应该现在都已经踏入了3.38 这个低回报 一段再好的关系, 时间到了都是需要放手的 如果你卖了iBond之后, 你是可以重新的 将它买回来 新的回报会高一点, 现在是5.27厘 这里是会包括了1.30的固定利率 也就是说 就算明天的通胀率是0 你都会永远跑赢通胀 1.30厘 而对上一次固定利率有这么高的水平 已经是16年前的07年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买回 3到4个月的短期国债 现在这些国债的利率倒挂非常严重 这些短期的国债的回报大约是5.4厘以下 而到了4月尾的时候, 你就大概知道5月起的iBond的利率 你就可以那时候再买iBond 不过2024年, 我想iBond 都会是我自己在现金上的首选 这里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 好了, 我们就言归正转 其实美国有什么很吸引各位移民的地方 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是在香港考研会考 然后过来就读这里的high school 然后就读community college 然后就读大学 石时毕业 然后找东西做 可能一开始就会有点困难 但是之后慢慢自然稳定 其实生活都非常之不错 基本上其实我人生里面 最懂事的时候 已经留在美国 我现在能够拥有的东西 包括在物质上 可能是知识上 或者甚至是一个 道德观 价值观 这些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这个国家给我的 而相对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 美国是的确的 充斥着很多社会的问题 好像洛杉矶这种大城市 毒品泛滥 枪械问题 种族歧视等等 这些往往都是令到香港的家庭 为之却步 但是这个国家 我觉得它有一样东西 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强 就是它能够容许每一个人 无论你一个普通人 你一个有钱人 都可以选择 去做回自己的一种自由 无论你高矮肥瘦 你的外表 你的性取向 你的生活的方式 只要你对自己的生活 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你可以直接的 无视旁人的目光 你无需要 去迎合主流社会 强加于你身上的价值观 可能你只是想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 我只是很想上班 生活得到一个平衡 准时上班 亦都要准时下班 我只是希望活在当下 做自己热爱做的事 我不想将一生的积蓄 放在一些根本毫无意义的东西 上面 例如是屋 其实人一出生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这么困难呢 所谓有得选才是老板 有得选才可以算是 想有自由 希望2024年的大家 可以在一个 无拘无束的国度里面 拥有选择 做自己的自由 我们就下一集再见 拜拜